大家好,我是柯金西 今天超凡新风又更新了 本次更新出了一个新玩法 叫做王牌特工 这个玩法之前有一部分人已经参与过 由于时间有限我没参加 很快这个玩法就会和大家见面 到时候去一探究竟 先说说王牌特工如何参与 我们可以在兑换中 用4万游戏币获取一张入门券 然后等指定时间去右下角 报名即可 这个挑战赛玩法很新颖 每次会集结200名玩家一同进入游戏 最终剩下25名进入决赛权 这里也有讲解 挑战赛属于房间赛 里面的物资要比普通战局丰厚 等同于动态战场 这里不可以将物资放入保险柜 如果不小心嘎了 那就等于净身出局 决赛局中会获得更多的游戏币 且最后获得前三名的玩家 可获得黑金门卡和成卡 大家都知道黑金门卡 只可通过赛季手册有几率获得 本次王牌挑战赛中投放了黑金门卡 对于玩家来说算是一次不错的更新 当然这周我也会带兄弟们去参加 本次更新的王牌挑战赛 得尝一尝 除了赛季首次和王牌挑战赛 今天再告诉大家一个 获取黑金门卡和成卡的方式 今天开始 我每次进战局都会穿小金人 且随身携带黑金门卡和成卡 只要有缘碰到我们小队 就有机会捡到小金人 黑金门卡和成卡等你们哦